這一招點要來看到 是台北東區這名男子呢 是跟同事聚餐喝酒 但結束之後呢 竟然想走駕騎車回家 但是才剛把機車牽出來喔 立刻就被巡邏員警給逮到了 不過男子心虛是拒絕攔茶 還直接衝撞警方 騎士把車騎到員行道 好死不死遇上員警 大哥要你停車你還跑啊 坐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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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撞我你真的沒跑 心虛想逃還騎車撞警察 搞得自己慘摔在地 被員警拖到一旁 一靠近他身上散發濃厚酒氣 來來來 坐起來 坐起來 狼狽坐在地上 一隻鞋子還掉了 會這麼俠就是酒駕惹的貨 酒測值達1.13 大超標 男子聚餐喝酒完要回家 他才剛把機車 從停車閣裡牽出來 調貪圖方便騎在人行道上 沒有想到剛好就被警方 帶個正著 34歲的戴姓男子從事服務業 下班後到東區聚餐 結束後 心存僥倖 想騎車回內湖住家 心虛拒絕攔茶 騎車衝撞警方 導致兩名員警四隻都擦錯傷 救駕加妨礙公務 這家一等當場現刑犯帶回 戴姓男子前科累累 救駕妨礙 妨礙公務 廣天報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